《牟尼金社 英國祭司集 想放棄的別集》系列 我與地獄的關係 以下為一位請示者分享,來問照燈 上次看金社的文章《穿越時空的宮廷劇》 和《為何有人一輩子行善,此後卻只墮地獄》 心裡真是心有戚戚言 因為我也跟第一篇的師兄姐一樣 對地獄有莫名的恐懼感 從小就相信有地獄,對地獄很恐懼 慢慢長大後,我已遠離佛法 對地獄的想法拋住腦後 過著荒唐自我,不悯因果的日子 直到有姻緣又接觸佛法 又剛好接觸了《牟尼金社》 開始念金、消夜賬 我有的時候會跟同學說 我的壓力好大哦 經文好多都念不完 我同學也會安慰我 叫我放鬆一點 他也說 有的人都沒在念 日子也過得好好的呀 可是我就會覺得 來不及了呀 我再不做 我就有可能會下地獄 以後死了怎麼辦 下了地獄一切都來不及了 等 因為心裡帶著這種莫名的想法 與恐懼而推著我 按照金社的開示消夜賬 不太敢懈怠 也會固定發書和印經 我知道我的內心實在是很恐懼 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 也曾經跟我同學說 該不會我曾下地獄才那麼怕吧 直到我看了穿越時空的宮廷劇 為何有人一輩子行善 死後卻只墮地獄 覺得很驚訝 居然會有這種事 就決定請示我與地獄的關係問題 從小就相信有地獄 也很害怕自己下地獄 到現在還是害怕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是否是因為自己也是地府行妻未滿 先提借提上來人世間投胎已了因果 請示結果 正確 雖有三十年冰天地獄 沒想到我心裡最害怕的事是真的 近視的我衣食無缺 工作也穩定 但是我如果這麼不明不白地享受過一生 不明因果 則等著我的是死後無限的情罰 過於重視外貌 貪圖意外之財 但這些以後什麼都帶不走 這些也對自己死後的未來 沒有任何幫助 珍惜現在在世的時間 消磨性、消業障 持續做自己做得到的善事 發書、印經等等 做一輩子力重的事 降低慾念 修正自己生口意 是人生最重要的事 網絡有句笑話 叫做不怕神一樣的敵人 就怕豬一樣的隊友 上述分享提到 有的人都沒在念 日子也過得好好的呀 這就是標準的豬隊友 您修行消業障做得好好的 卻讓您有機會退轉 而且講得理所當然 好像真有其事 要修行 務必挑好童修道友 每人對因果與對佛法的認知不一樣 如果您挑了個外道當隊友 則前途堪憂啊 偏偏這世間的很多人都沒有正知正見 所以若學佛都是道聽途說 則馬上又回到外道去了 而金社菩薩的開示中 許多師兄姐過去曾修騙過 當這些修騙的意識現前 可能會讓他們一直想退轉 想偏離正道 而這股力量不會只有影響當事人 還可能透過言行去影響其周遭的人 而且讓他講得理所當然 而渾然不知自己正在勸退別人 這樣的狀況務必謹慎 我們寧願不講話 也不要當人家的豬隊友 因為這一種破壞陣性的業障很深重 害死人命得要償命 這可能要花幾輩子的時間逃報 但害人家處理不了輪迴 受無止盡的苦 這筆章無窮無盡 斷人會命 可謂事件第一惡 知道的我們講 多多鼓勵人家 退人正信的話 絕不能講 連開玩笑也不要 畢竟每人對語言接受的方式 與認知不同 當有些人想退轉時 若再想到這一類讓人退轉的話 可能就真的退轉了 有緣人 精釋的我衣食無缺 工作也穩定 但是我如果這麼不明不白地享受過一生 不明因果 則等著我的是死後無限的情罰 上述分享者是因為因緣到了 所以從地府刑罰中提早上來投胎 但地府刑罰還沒受完 這樣的案例 蔡師兄以前就曾說過 有些人前世就是在地府受苦 所以本世一接觸佛法 馬上用功精進 該還的沒還完 該受的苦沒受完 相關夜報不會放過當事人 趕緊透過立眾行善與情消業障吧 將功折瘁 彌補前夜 不然往後又是無止盡的苦 無必把握人生 有緣人 過於重視外貌 貪圖意外之財 但這些 以後什麼都帶不走 這些 也對自己死後的未來 沒有任何幫助 過於重視外貌 貪圖意外之財 但這些 以後什麼都帶不走 這些 也對自己死後的未來 沒有任何幫助 過於重視外貌 貪圖意外之財 但這些 以後什麼都帶不走 這些 也對自己死後的未來 沒有任何幫助 上面這段話 實在是重點中的重點呀 所以再講三次 著眼這些 世人重視的東西 確實對人生沒有幫助 人生過得再開心 也只是數十年的事情 但往後我們需要面對的輪迴 才是無止盡的苦 看清事實吧 未來的日子就是這樣 所以務必把握當下 建立正確的人生目標 把處理輪迴當成最大的功課 好好學佛吧 摩尼經事 經由南海普陀山觀世音菩薩大事親自指典 是一門實際的修行法門 藉由實際解決 藉由實際解決眾生 累結累至因果业障問題 治因果病 而將佛法落實到家庭生活中 普度持行 我們不接受供養 我們不接受供養 不收錢 不推銷 不強迫修行 只求能結善緣 解決您的問題 我們專解因果事件 因果問題 治因果病 不論感情 婚姻 家庭 事業 家族 身體 戶籍 學業等問題 均能請示 有醫生看到沒醫生 有神問到沒神者 不妨一試 因為經社異空 分別住在不同縣市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 才開辦祭祀 現場請示 台灣彰化縣西周鄉 朝陽村 陸軍陸一段271號